哈囉大家好我是命理專家小鈺老師 歡迎大家回到了老師的頻道 很開心看見大家 那老師今天要來講一個我覺得 大家都必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泰國婆牌中的九尾狐仙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我要非常針對由泰國婆牌的九尾狐仙 而不是道教的九尾狐仙呢 因為它雖然說是一個有關聯性的東西 但是它並不完全關聯 接下來影片中老師會來講解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大概是老師想了很久 而且非常多人會問過老師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沒有多少人能夠得到像老師這樣完整的答案 因此所以我希望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跟大家去分享 大約是老師跑廟前大概八年前吧 那時候其實泰國佛牌這一塊狐仙啊 那時候其實難傳佛教 因為其實泰國本身是沒有狐仙的 我相信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泰國的狐仙是由中國傳過去的 那時候非常少師父去修這所稱的狐仙的法 應該是說這些所謂的阿戰啊 古巴龍普 他們本身並沒有這個法源傳承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狐仙法嘛 所以這時候我就覺得很好奇說 大概八年前我就覺得這些師父 師父啊你們這些 你們的狐仙法哪裡來的呢 所以我就去一個一個去問 只要有做狐仙 早期的師父我都有去問他 那哪些師父說什麼話 我們就不完全去說他 但是未來這些朋友們 在請供有關狐仙牌這些 有關道教神子佛牌的時候 你們可以多一點點的了解 好不好 未來在你們佩戴國外中 相信我已經對你們有幫助 來 我有去問一位和善高僧 我就問他說 師父啊師父 能不能請問一下你 你今天你們這個師承中啊 你們這個狐仙的法脈 你從哪裡來的 因為據我所知 泰國本身並沒有狐仙狐仙的法脈 那請問一下 你怎麼會做狐仙狐仙牌呢 這時候這位高僧他回答我說 老實講 他說其實他身為一個高僧 對於九尾狐仙這法脈 他們確實本身也沒這個傳承 所以他說 他是請神念經 他用他們泰國的請神奏 請信奏告行 也就是說所謂的九尾狐仙 他去啟請他 因為在他們世界裡面 有所謂的佛 神 真 神獸 他們認為九尾狐仙是屬於神獸中 就是由狐狸修成仙 就要把他列為神獸 他說我請我們的大神 請佛祖 召喚 無仙來 替我的佛牌開光 跟加持 而得到魅法 我聽一聽覺得也非常有道理 因為堂堂一位高僧 龍王都可以叫來了 請 無仙來好像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俗稱 我們最常說的 錄法 開光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原理 請這個狐仙來 高僧請他來開光加持 那我還有遇到過一些師傅 我就問他說 師傅阿 那你的法脈來怎麼來的呢 有一些師傅是回答我說 其實真心話 他說其實你會看很多狐仙牌 後面有一些雁通 或一些人緣鳥東西 他說其實他做的牌表像是狐仙 但是事實上裡面呢 他用的法術 他只是表像是 他的法術其實是人緣法 泰國的人緣法 以及所謂的薩利嘎 都是一些人緣的法脈 他說因為效果一樣 反正大家只是喜歡外殼 所以你今天在買佛牌的時候要注意 你可能覺得他是久有無仙陸法 但是他雖然一樣是陸法 他陸可能不是無仙法 可是當地的人緣法 雁通 或者是魅法 好不好 來第三點是要最注意的 也就是最有爭議性的說法 因為我問過一些阿戰或是黑法師傅 我就問他說 師傅請問一下這個狐仙法 你怎麼修來的 有一些師傅告訴我說 其實這是我們俗稱的抓軌道的鬼 表白也就是女鬼 所以很多人的狐仙牌是鷹牌 沒有發現 因為他們當地傳統會把一些三金鬼妹抓來 抓來之後 所以他們有些芭蕉精阿 或是一些女鬼把它抓來之後 一樣的模式入在這個佛牌裡面 所以他裡面並不是真正的無仙 而是鬼牌 那他就說這裡鬼可能有修俗稱的狐仙道 狐仙道的意思就是類似像 有點像草頭神 草頭神意思就是類似像說 比如說我今天走了 然後可能 玉皇大帝覺得我做人在世還算成功 可能封我做個神兵天象做 那我可能就有可能是土地公 或是有可能有些人去做三太子 那我不是真正三太子 而我是掛這個職位 就像警察一樣 雖然說他就是叫警察 但每個警察都有他的職稱 所以他也有一個東西叫 鬼道的無仙法 他把它抓去那邊做為鬼道 那還有一種就是我覺得最正統的 像我自己的師父魅魯士這一邁 他說他們自己本身也去道教 去做交流 所以他們去學這所謂道教的無仙法 雖然他們咒語裡面都有帶有道教的東西 那回過頭來啊 我就問師父一件事情 道教無仙法 我們道教的觀念是兵將觀念嘛 對不對 那我就說那請問一下師父 這個九尾無仙 你錄了這些神靈等等啊 因為據我所知 九尾無仙是很高級的 的 星秋之主嘛 我們就說是妖界之主 他怎麼可能進來呢 也就是說 大多數的九尾無仙錄的 可能是兩尾三尾 也就是實習生的概念 只是他是狐狸 狐狸也會去修法 修東西 他很有靈性 所以他們裡面很多九尾無仙的 胡仙 其實講真心話 他很少會是真正九尾無仙 因為真正九尾無仙 並不會降臨人間 好不好 所以他都是一個實習生 當然一樣是帶有魅法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們今天在接觸 這個所謂的佛海中 九尾無仙的時候 你要先去了解他到底是以上的哪一個分別 你再去帶他 這樣也就很多人就會跟老師說 哎呀老師我跟你講啊 你不專業 我跟你講 其實啊 泰國沒有狐狸 沒有狐仙法 所以他們都是假的 都是騙人家錢的 不要相信 那其實老師要講句公道話 老師這邊是屬於台灣 那我必須要說 其實像台灣有很多基督徒 天主教徒 必須要很老實說 也沒有一本經典也寫過 耶穌來過台灣啊 但是這些基督徒 天主教也覺得很靈驗啊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在宗教交流這個大時代 不要去局限說 這個神只有什麼國家才可以有好嗎 尤其是這些 他們認為說一定有跟不有 其實像我們華人的觀二哥在泰國啊 也是非常的盛行的 甚至於觀音 所以我們要多敞開心心去接受 只要是好的不要去害人 我都認為應該要去接受他跟喜歡他 好不好 那針對這些九尾狐仙系列的東西 老師以下就舉了一個最簡單的有沒有 開光路法 其他的法術去做一個替代 鬼靈 以及道教 這四個種類是老師總結出來的 好不好 那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未來你在挑選狐仙的時候 你可以挑選適合自己的 因為你可能要真的狐仙的開光法脈 或是道家開光法脈 或是他是鬼靈 或者是他其實是人緣法而已 你要去了解清楚 才不會買的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這樣子 那如果有什麼想了解 一樣可以留言 記得訂閱老師及分享喔 好不好 感謝你們 大家 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